感謝就是有來看過我們片子的所有的觀眾 每次他們看完之後一個眼神 或是跟我來說幾句話就是覺得很欣慰 這一年來的筆字都很值得 我是霓虹的導演跟動畫 我是負責製片然後還有特效跟合成 我擔任霓虹的美術跟場景設計 霓虹就是因為我們當初在做這個片子的時候 想要做美術 所以我們就想做光影 光的特性就有它非常絢麗 跟不可捉摸的感覺 我們就覺得這特性跟愛情很像 所以我們就把它們兩個做結合 然後放在角色動畫上面 感覺傳統的2D動畫沒有那麼吸引人 如果沒有那麼吸引人 那我們能做什麼 那就是改變故事的結構 還有它故事的內容跟深度 我們原本是引導大家去覺得說 男女組長他們要去見面 可是其實他們有新的對象 愛情它沒有對錯或好壞 它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這部動畫它算是完成度算非常高 從設計音樂到剪接概念 其實都非常的完整 然後在設計上很大膽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作品名稱霓虹 這次經典設計 我們最後選出這個 The Best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做真誠的設計 對然後要大膽 就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做一些比較荒野的東西 做任何事就是堅持下去 然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用管外人 看你是如何表現的 我真的要很感謝他們兩個 除了感謝他們之外 其實我也很感謝就是 我們班上所有的 我得到獎的第一瞬間 我有跟我爸媽獎 然後他們也非常開心 然後我就是邊講了邊哭了 然後對他們說我終於得到獎了這樣